两年才长了三十斤 登基真的很难 两年长三十斤 我只是想考验一下 就是我的爱人 不管我是胖了 还是瘦了 谢谢杨阳姐 谢谢杨阳姐 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 没拿毁容试一下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你拍着你的胸口 拍着你那个价三十斤的胸口 信吗 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 不管我是老了还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需要证明的就是爱你的人 永远都爱你 哎呦你这个就错了 你不应该 我把自己吃胖 你不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去 去证明这些事情 你应该就是 你就越来越好 你就是做你最美的你自己 做最帅的自己 不管到哪里 就是你都是最好的 谢谢 谢谢 就是我真的认为我一直都很好 我真的 你不是你不就是就是就是现实生活中也不应该就是不要不要拿自己去去变成什么样然后来试探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值得去被你试探 你有病吧 我只是说说你真以为我吃胖了是为了试探你 就是我这个人骨子里的自信还有骨子里的光芒是不为任何人而闪耀就只为自己只为深夜的那一把灯你告诉大家你多久没买过衣服 好久了好久了我最近看中了一条连衣裙不是是条连衣裤连衣裤我最近看中了一条连衣裤好想买一千五百块钱了算了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想买过来穿七天的 我觉得有时候男人特别的伟大就是他会给我买一些衣服啊鞋子怎么了女生叫连衣裙男生就是连衣裤就那种中间就是我们那天跟嘎尔出去玩他去射呢是然后嘎尔说就是上厕所费劲 不太好唾不太好退他会给我买一些贵的东西你看我们家鞋子我给你看我们家鞋墙哎呦都是假LV我都是LV然后他都不会舍得给自己买然后他给他就已经好几个好几个也没买过衣服了太臭没剥我真的睡着了然后我起床的时候都已经一点多了工体工装裤啊我那个我刚试完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外面等我吗 他们说行你可以直接下厂子了 得损他其实听话他不听话我再给他个大逼斗咱们点到5万赞我给他个大逼斗 就是我为什么这一次真的决定减肥而且动力特别大 嗯我这个其实可以说你直接告诉大家你许比我的那个哎呦那个不能说吧不能吗我觉得不能就是我每受10斤和就是先受10斤再受5斤再受5斤就是我会得到不同的奖励 那些不能说的奖励 嗯 这个那个奖励真的 真的太有动力了 嗯不不不不不不不柠檬姐就不是让不让他需要通过其他的外力减肥就是运动减肥 解释你要知道一个人吃饭如果能长胖这说明他也是很开心的对如果他心事很大他是不会长胖的 谢谢哦 谢谢 谢谢我们家深蓝色 谢谢谢谢 谢谢蓝总 所以我觉得这两年虽然星星的体重有变化但是他也是开心的 最起码他吃不管吃什么东西他都是开心的 哎呦老开心了 嗯吃东西的时候特别解压 对啊就是那种 就是很开心的那种变胖吧 嗯 我说我现在也在变胖了就是我也很开心就是 哎吃饭是不是可开心 你说实话 爽不 我是觉得在一块做一些 开心的事情会很开心 嗯 好 我以前不太喜欢怼人我现在都爱怼人了我以前也不太爱开一些 无厘头的玩笑但是我现在也很喜欢开一些无厘头的玩笑 然后我哥以前超爱生气然后对一些事情不够宽容 但是他现在就变得 不像以前那么爱生气对所有的事情都保持着对我们俩就是有点中包容的那种有点中和了对 真的 这是我们在一起第二年的经验我真的每一年在一起的相处 是多不一样 就像朋友们说的 你们在一起每一年的心态都会变化的 比如说第一年我们觉得就爱情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 就应该是 你陪我就天天的玩 然后陪我走遍 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今年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爱情就是 平淡且 就是长久的 就是我们哪怕是 一块去咖啡店里喝咖啡也会觉得很开心 可能明年以后就会又会觉得 爱情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每年都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八年了 然后他们已经度过了七年这样的那个坎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俩才在一起第二年 他说你们要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他说 你们眼里的童话故事一般的爱情可能只在第一年 如果你们俩足够相爱 这个这个 童话一般的爱情可能会持续的稍微久一些 但是 现实一点的说你们会互相磨合很多问题 如果期间你们磨合不好可能就分开了 他说不是说你爱他他爱你 你们就会永远在一起 他说是合适 还有磨合 真的太重要了 就是 就是生活 嗯 星星每天都去健身啊 我们不是办了健身私教吗 然后他每天的运动量 就要比跟着刘文宏的电影的运动量还要大 更大一些 对但是他就是关不住嘴 星星真的会 星星是一个 吃东西就想把自己吃的很饱 比如说他10%就是饱了吧 正常人他会吃到15% 就这个样子 嗯我们可能吃到9%就不行了 就他星星就是这样 就是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闪光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 情绪心态都是不一样的 哦 我们俩是那种属于磨合的特别好的 因为我们每天睡觉前都会聊天 所以所以我们俩持续的给人的状态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为什么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那么想要 我们最近有点想回周村养老了 就是聊 明白吗 就是聊 我们最近聊到要不要回周村 就是包一个田 就是弄一块地 然后然后盖一间小屋子我们去养老 然后我看可以耕耕地养养花 然后自己自足 咱俩就是 咱俩自己就是 种儒惠 咱们俩自己做的这种畅想就算了 你跟大家说有很多人会觉得你在放屁 哎呦 人不就是要活着就是要折腾吗 种半木玫瑰花 真的 我是个天也太浪漫了家人们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这个 我就是怕我这个浪漫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到不了 你们知道吗 这是快递现在真的是 Thank you I like you 真的 我真的爱死他了 虽然我说的吧 就是很轻描淡写 就是爱死他 我最近这半年的恋爱秘籍就是 我不会把艾姿说出口 就是他经常会问我 或者是他经常会问 他会说一些情话什么 我最近这半年我都不说 掌握恋爱秘籍了以后不问 啊 那我还有其他的秘籍 就用行动表示就好了 不需要说出来 为什么要拿捏你的对象 你们应该都是 平等的 对不对 然后这我跟大家讲一讲了 你们跟你们的对象应该是平等的 对呀 对不对 钱也是要一人一半的放的 是啊 然后那个 这个 先把这两条说 就是你看 咱们是平等的吧 你看 在家里 你对我好 我在在外面 在朋友面前 我才会对你好 对吧 在外面你会特别有面子 然后 以前是一人一半 没错 你看 在家里这些钱 放在我这儿 咱不花 但是出门的时候都是你付款 多有面子 请朋友吃饭也好 给妈妈买东西也好 给亲戚买东西也好 都是你付钱 就好比咱们家 就就像是 就像是我们家的钱都在他那 多有面子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钱 就是 花花花完了 或者是你也不用担心他 乱花 因为都在我这里存着呢 你在家里对我特别好 我在外面就会对你更好 多有面子 你就是咱们家一家之主 有定量度 你在家里秀给谁看 不需要 对不对 我抱着我就暖和 抱什么呢 我抱着我就暖和 什么 那一部属于我的那一半 属于你的什么那一半 我连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那是一半吗 那是全部 All of 属于You 对吧 没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别人的男朋友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性格 反正 反正我爱人他是 就比较好面子 你在你在外面给他 我现在就需要一个背带裤 1500你买还是不买 你疯了吧 他真的疯了 他要买一件1500的衣服 就 怎么了你再没认识你之前人家穿的都很贵 跟他疯了吧 贵死了 我自己平时买的那些衣服才一两百块钱 我买了鞋子都从来不但是他是上衣加下衣也是两件就是他是连体的 你这相当于买了两件 买两件也就400块钱 而且你之前穿衣服还要穿打底这个也不用穿打底就相当于买了三件 那你还穿内裤你内裤也别穿了 内裤也可以省了就四件 那买那么色情衣服干啥钱不许 我想拍一点我想拍一点那种那种照片不可以吗 你所有的照片都是我喜欢 我想我就觉得我们可以评判这个衣服的好坏吗 你看宝贝 我们家被张贝贝最甜话 你看 我拍的你所有的照片 你看我每次 把我喜欢的样子 就能把你拍的特别的完美 但是有时候你看拍的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拍的是品牌方喜欢的东西 但是那些照片就没有特别好看 对吧 那件牛仔服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 你穿上以后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拍的特别好看 就等于没买 多找上你的原因 那我 那就等我喜欢上它的时候 我再买它 给你 得等它降一折的价吧 不是钱的问题 我又是打一折 你肯定给我买两件 哎呦不是钱的问题 他打不打折我都想给你买 那买 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你给我开个亲密付我直接买了 下播给你买行吗 现在买 下播给你 现在买 直播了 现在买 直播 我手机买就行 登你的 登你的支付宝 登不了 一个手机只能登一个支付宝 多跟姐姐聊天 少想那些有的没的 咱们直播 你今天直播跟姐妹聊天了吗 没有吗 你没说话呢 聊了 究竟在这跟我说这个衣服不衣服的 衣服 衣服重要吗 不重要 是吧 咱下播再买 请讲 下播要不买怎么办 下播要不买 谢谢 谢谢送的直贺 谢谢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你说吧 你就跟大家 现在正好大家都在 你就说吧 你给我一个大逼的 我必须要三天以后的那个纪念日上穿到这个衣服 这个纪念日过得有点贵吧 好歹我还想办法给你准备礼物 我们家的钱都是你的 你说我拿着咱们家的钱给你准备礼物 不合适 我就被动的接受你给我准备的就好了 星星肯定不会给我买的 张老师我怎么这么欺负 给大家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买一个类似于这种的 背带裤都是这么穿的 看到没有 背带裤都是 背带裤都是这么穿的 大家好像头都是不买 这个票是说买还是 谢谢云哥姐 谢谢我云哥姐 哦等等我去我去小店 我在这听着你说话你不要再说话啊 你不可以就是私自在那里多拉票 你就在那坐 我不关门我能听到你说话 谢谢莉莉姐 星星可抠了 昨天我说要上播了 然后星星她睡觉了 我也不敢我也不敢惹她 我怕我把她叫起来以后 她给我一个大逼斗 云哥你说话是吧 谢谢 我侧脸怎么了 你不能说话 你等我多一点 星星我怕她给我个大逼斗 谢谢姐姐们 谢谢姐姐们 下面投票就是给我买那个脸衣服 还是不给我买那个脸衣服 我们就以这个投票为准 就是如果说 我是可以买的 因为我在外面从来不上厕所 星星真不行 什么 星星在外面 哎哎 镜子里反 你那个腹肌漏 你腹八漏出来了 镜子里反 腹八漏出来了 腹八漏出来了 星星放屁 没放屁我们那个那个 那个 厕所里有个凳子 他拖凳子的声音 对不起啊宝贝 不买 我觉得很难过 我们来一样的你买的 你不用 你不用 你要想买的话 我可以不 不算这次的 你想买的话 我可以不算这次的 你不用难过 你想买的话 我可以不算这次的这个比赛 你想买的话 咱就买 上一标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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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太过早了 是吗 不像咱俩 特别文静 不像咱俩 特别文静 宝贝 一会儿太吵了 我们不喝酒了 戒了 现在已经不喝酒了 我真的很 心情戒了 我真的很乖 我是那种 我是那种 如果觉得这件事情不好 然后有很多 就是大人 虽然我也很大了 但是 就是有很多长辈 或者是亲人 他们批评我 告诉我 这件事情不对 其实我就不会去做他了 知道好歹 这个孩子 谢谢分享 谢谢谢谢 我从那次直播说 不喝酒 一直都没喝 然后跟嘎嘎 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不喝酒 谢谢景 如果要说喝的话 那逢天过节吧 逢天过节 如果有需要的话 咱没有就咱俩 没人 没人喝你逢天过节 烦死了 就咱俩 就跟我过吧 还能跟谁过呀 怎么着 我回家就过了 我留你一个 你在这 嗯 你知足吧 我都没有 我都天天给 这个两年了吧 咱都是一块过的 还想怎么着 还说呢 怎么了 想多一点人过都不行 你想多个谁 我就问你 咱坏个人过都不行 烦死了 我们俩是旅行认识的 就是人旅行的时候 就是 你有可能 比如说你用软件去认识 认识人 就比较功利 就是会带着一些 个功利的想法 但是当你去 比如说 你旅行认识一个人 你参加一个那种 社团活动认识一个人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朋友的 生日聚会 对你参加一个聚会认识一个人 是前提不是那些不好的朋友 是你的好朋友 就是那种无意间的遇到 是最好 就是 真的是 有些东西真的是命中注定的 就现在说这个吧 就感觉有点矫情 毕竟我们俩也不是刚在一起了 但是 没没想到 以前相遇的那个场景 我们俩是旅行认识的 那个时候彼此还都保持了一丝丝的拘谨 特别的浪漫 家人 真的 就是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 当它发生了 然后又在一起那么久 宝贝你看 真的超级浪漫 超级浪漫 我现在说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办法用那种浪漫的语气 说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毕竟已经 年纪大了 结婚两年了 那是 我去年的时候如果谈这件事情 我就是 我会 我的表情可能是这样 就是 姐姐们真的 真的好浪漫 有些东西真的是命中注定的 你没有办法想象到 当你自己一个人 就是身处于黑暗的时候 突然就是一束光出现 然后他给你是放下了一个梯子 然后你就顺着梯子往上爬 然后你就看到了阳光 以前我就是 我会以这个语气 去 就是去讲我们那时候 一见钟情的过程 但是像现在 我就 哎呀 旅行 旅行认识的 那时候就是 我就是 就是单纯的就是好似 就是看他长得太帅了 就是喜欢帅哥 然后我看到他 我就是过去大战 就是个老赛迷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而且我们俩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都能确定彼此在身边 不容易 不容易 这是我们租的房子 我们没有房 右边是流高 我们俩没有实力卖房子 我觉得有没有房子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跟你一起住的人 在这个屋里就好 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年租了 我建议是 对我们就半年租 对吧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 我们先看看 万一我下半年 要是真去那个啥了 万一我下半年 真申请了那个学校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定在那个城市 我们这两年 已经换了三个城市了 对 我们这两年换了三个城市 准备 以后就不会在一个城市 可能待一年 就只待半年 这样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就很丰富 毕竟心都这个年纪了 我希望他赶紧安定下来 我觉得安定 能讲吗 宝贝 哎呦 能讲吗 可是安定 他不是人 安定 他不是房 你知道吗 安定是人 就是你要找一个 能跟你一起安定下来的人 而不是说 有一个房子 哎 你放心吧 等你老了 你就怎么着了 我都照顾你 放心 咱俩 咱俩使不定谁照顾谁 我照顾你 你放心 你绝对是我先给你把管子 就你这身体素质 谢谢童话 的灯盘 好 谢谢 谢谢 咱俩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